今天带大家来看的是曾经的哀国将领、抗日名将吉公昌将军在天津的旧居 这座小头是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的四号 这座豪宅建于1917年,是由比利时的工程师沙德利设计 吉公昌在1930年购买此楼并在此居住 这座建筑是一座专木结构的楼房,并且朔有地下室 建筑的平面是顺应了这个花园路的圆弧,呈不对称的布局 设计的造型是借鉴了欧洲的民居风格 红瓦坡顶清水红砖与浑水装饰件搭配的外延墙面 也是使这整座的建筑显得是那么的温馨靓丽,大方明快 可能大家对吉公昌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吉公昌是河南省福沟县人 在1913年加入了冯玉祥部,因为萧永善战屡历战功 就从士兵一路升到了军长 他的父亲在病重的时候,曾经跟他说了一句话 当官一定要清白廉政,多为天下人着想 做官而不许发财 吉公昌为了不忘记父亲的教诲 就把做官及不许发财用宣纸记录下来 贴在床头,每天警示自己,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1931年吉公昌到国外考察实业 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 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 有一次吉公昌要往国内邮寄衣服 邮递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 吉公昌是异常的愤怒啊 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就参赞劝道 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 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 吉公昌是当即怒斥 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 为了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 维护民族尊严 吉公昌找来了一块木头牌子 用英文字记在上面写着 I am a Chinese 我是一个中国人 并将其挂在胸前 走在美国的大街上 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1934年11月9号 吉公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 遭军统特务的暗杀受伤 被法国的公布局逮捕 之后被引渡到了国民党的北平军分会 在法庭上也是将吉公昌 安上了叛国罪和叛党罪的罪名 并判处枪决 在1934年的11月24号 是吉公昌将军英勇就义的日子 他在当天从容镇定的披上斗篷 昂首步入刑场 在这生死离别之际 他也是用树枝作笔 以大地为止 写下了七状山河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休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之后就对行刑的刽子手 历声说道 我为抗日而死 不能跪下挨枪 给我拿把椅子来 我得坐着死 此时的刽子手已经两腿发抖 他又怒视着说道 我为抗日而死 死的光明正大 不能背后挨枪 你在我面前开枪吧 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 是怎样打死我的 当刽子手在吉红昌的面前颤抖的举起枪时 他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万岁 随着枪声一响 这位著名的爱国将领 抗日名将吉红昌 英勇牺牲 当时他才39岁 但他致死 也没有在敌人的面前倒下